刚才看袁腾飞老师的视频 他里面分析啊 中国为什么对这些非洲国家 对这些黑兄弟这么好 他说可能有一个原因啊 是当年中国进联合国的时候 是这些非洲穷哥们 把中国抬进联合国的 我就想起几件事 第一个是啊 当年中国为了进联合国 可是没少折腾 五六十年代 那时候中国刚解放 一穷二白 很多老百姓还吃不饱肚子 但是每年国家花大量的钱 而且都要花外汇啊 和这些非洲国家拉关系 目的就是想让他们再联合国投票 让中国进联合国 那当时啊 中国自己日子都没有过好 那为什么要搞这些事情 这就好像是啊 家里日子过得紧紧巴巴的 你还要买汽车啊 还要买大房子 一开始啊 这些东西啊 我想不明白 但现在啊 我有点理解了 这就有点像 你看现在啊 听说有些地方 其实呢 大家日子过得都不好 但是为了结婚啊 都要出几十万的彩礼 跟那个有点差不多 那你虽然是穷 但是你要结婚啊 那中国虽然是穷 但是呢 想进联合国呀 还有你像有一些人家里很穷 但是还是要雷紧裤腰带 供孩子上学 想让孩子读出来有出息 这些都差不多 但是当时中国的情况 和老百姓的日子啊 还有点不一样 当时中国虽然穷 但是那些决策者 他们不穷啊 他们住在中南海 想怎么享受怎么享受 吃喝这些东西就更不用说了 我以前啊 听人说过一个故事 真的假的不知道 说是当年啊 中国为了进联合国 要和这些非洲穷国家搞好关系 周恩来就频繁的邀请 这些非洲国家领导人 到北京来访问 这些黑兄弟到北京 吃好喝好后 就问周恩来要女人 说是这吃喝都挺好的 但是没有女人啊 感觉有一些美容不足 那这周恩来怎么办 当时中国已经没有性工作者了 解放后把妓女就消灭了 但是当时香港有 听说周恩来啊 就派专机到香港 拉一些女人过来 伺候这些黑兄弟们 但这个是民间的传说 我们想着 这不可能是真的 周总理怎么会做这种事情呢 但是想一想啊 以前的历史 这个事啊 也不是完全没有可能 当年顾顺章 叛变革命后 他的亲戚朋友 全部被杀掉 当时下命令的 甚至亲自动手的 就是周总理 周恩来 我还看过一个故事 说是当年啊 为了公司合影 把资本家的财产 都收归国有 毛 刘 周三个人啊 就在一起商量 怎么搞 毛提出一个问题 问刘和周 说是 你们知道 怎么能让猫吃辣椒 刘是最先回答的 刘说啊 这个还不简单 把猫抓住 把他脖子卡住 硬往里面灌辣椒就可以了 毛就摆摆手 说这个是不行 这个是不行 我们怎么能干强迫的事呢 周想了想 就说啊 我们就找猫最喜欢吃的食物 比如说鱼 然后把这辣椒 放到鱼肚子里面 猫吃鱼的时候 辣椒跟着也就吃进去了 毛也摆摆手说 这个不行 这个不行 我们不能搞欺骗啊 这个是在欺骗猫 刘和周啊 就大眼瞪小眼 都看着毛 毛说 我们把辣椒 抹到猫的屁股上 猫的屁股上有辣椒 他感觉很难受 他肯定会去舔自己的屁股 这样他把辣椒吃了 而且呢 他的屁股也不怎么辣了 猫还挺高兴的 我就想起啊 我上大餐的时候啊 我们班上来了一个黑人留学生 这个人当时是40多岁 据他自己讲 他在他们国家是一个官员 而且他说他家里有跑车 当时90年代 中国人家里有小汽车的 极少极少 但这个黑人留学生啊 就说他家里有跑车 真的假的 咱也不知道 但这个人倒是挺好的 挺懂礼貌的 于是啊 听我们几个同学说了一件事 说他们几个 正好在学校门口 碰上我们这个黑人留学生 当时这个黑人留学生啊 就拉着一个中国的小姑娘 这个黑人留学生40多岁了 这中国小姑娘也就爱十来岁嘛 当时黑人留学生 看见我们中国同学后啊 就互相都走过去打招呼 当时那个中国小姑娘 还不好意思了 不和黑人留学生拉手了 就站到一边等着 还有一个 说起这个留学生待遇啊 和我们中国学生不一样 我记得以前我们学校 留学生不多 他们住在一栋小楼里面 当时北京供暖是11月中旬 但这个小楼啊 它很早就供暖了 它比我们一般的学生宿舍 供暖就要早 然后北京停止供暖 是在3月中旬 但这个小楼里面啊 过了3月中旬 还是在供暖 这有可能 它是考虑到非洲日啊 一些非洲兄弟啊 适应不了北京比较凉的气候 当时我们中国学生啊 是8个人住一间宿舍 但这个留学生啊 听说是两人一间的 也有可能是一人一间的 我记得当时啊 我们学校啊 也没有体育馆 那种比较好的乒乓球台 都没有几台 这留学生楼里面就有一个 我们有的时候啊 去留学生楼打乒乓球 我们为什么能进留学生楼 是因为啊 我们班当时有几个留学生 我们进留学生楼的时候啊 就给传达士说 我们的留学生同学啊 约我们来玩 一开始我们每次去的时候啊 传达士都和我们的留学生同学联系 让他们下来接我们 后来啊 我们跟传达士的人认识后啊 我们来了后啊 也就不让我们同学下来了 就把我们的学生证压在传达士 我们进去 等我们出来呢 再把自己的学生证拿走 但是啊 一般的学生说是啊 进出根本不需要学生证 大家就这么直冲冲就进去了 也没有人管 这个事倒是能理解 中外有别 还是需要管理一下